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23日 在12月18日我拍了一段影片 又說關於性成人 結果這幾天成為了關鍵詞 因為某一宗新聞 優質偶像的新聞變成了關鍵詞 台灣的民視新聞網 問了我拿了一段影片 在他們的新聞台播出 其實當時引起一些網友爭論 他說 我說性成人不就是以前人說的難關? 性成人不就是色情 不就是人性? 我竟然將人性說到有病 又或者說就是風流 其實不是的 因為當時我看了一篇碩士論文和兩篇學術論文 做了PowerPoint 已經放了Patreon 但今天我認為有責任可以詳細一點解釋 除了這幾天關於性成人之外 另外一個心理學的定義 叫做自戀型人格 也是成為了熱手 其實我以前 雖然我不是讀心理學出身 我是涉及過心理學的 剔心理學的科 但是在教通識的過程 以及教中國語文和文化科的過程 經常會涉及到這些基本的通識知識 我以前拍過一段影片 講關於林鄭月娥的人格分析 其實已經提到自戀型人格 當時講得很詳細 除了自戀型人格之外 還講到缺乏同理心等等問題 有興趣可以聽到 但是我們可以做自我檢測 就是看看自己有沒有自戀型人格 我今早和太太做過一次 我和她做一次檢測 看看我們有沒有自戀型人格 結果跟我們所理解的一樣 不算很嚴重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戀 尤其是公眾人物 尤其是做優則偶像 或者政治人物 往往都有一些自戀 如果沒有自戀 你沒辦法號召群眾欣賞你支持你 但是自戀是有的 而不嚴重是另一個問題 第一 我們嘗試簡單做一個測試 就是你會不會對於自己的重要性 你的成就感有過於誇大的訴求 就是君子此其然而過其實也 經常講大了 很多時候偶像 或者做生意的人 都會有這些情況 就是包裝我以前自己做補習的時期 都難免陷入了這種 譬如說貼中題目 其實不是真的貼中而已 貼了十幾條 你中一兩條就一定中了 但是你就會吹噓到 絕地貼中 完全貼中 你就會有這種情況 好了 第二 專注自己無止境的成功 無止境的顯赫 無止境欣賞自己的美貌 或者無止境幻想愛情 過分專注在一件事 而是完全漠視了其他東西的合理性 有沒有這種情況? 很多時候成功人士也會有 因為如果他不是這麼專注 他又不會成功 但是過分專注變成自戀型人格 就會人格扭曲 所以這些世界永遠都是 福是禍所依 優則偶像姓王的位置 就是過去自戀型人 而導致他有這麼多粉絲 唱歌很好聽 好心分手 唯一 但是也因為這樣 而導致他今天的結局 譚校長成龍 也似乎有這種情況 好了 第三 相信自己的獨特性是凌駕於別人的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你和我都是獨特的 但是問題我們覺得自己獨特的事情是 我們不會覺得別人是太一般太普通 正常人不會這樣 但是自戀型人格就認為自己獨特是凌駕於別人的 好了 第四 需要過度的讚美 它的存在是需要不斷獲得別人的讚美而獲得自己心靈上肯定 第五 在人際關係中會剝削別人 是什麼意思? 就是選人利己 第七 就是缺乏同理心 這一點其實我當日講林鄭月娥的影片 講得相當清楚了 有興趣可以自己聽聽 今天我重點想解釋一下什麼叫性成癮 因為有些網友不太搞得清楚 他認為爛滾、風流、色色、好色那些是性成癮 其實不是 甚至乎有網友說如果可以性成癮 哪個男人不想性成癮 有錢才可以 有帥哥才可以 也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這麼解釋 性是人的基本需求 沒有人是不享受或者不喜歡的 如果有的 就有另一種問題 也叫做一種生理心理疾病 那些叫做性冷感 正常人對性是有相當學求的 當然每個人不一樣 這叫做飲食男女 人之大辱 性和食是一樣的 人都會享受飲食 人都會享受性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謂食色性也 古代的聖賢一早已經了解了這種理論 在馬斯洛心理學的金字塔裡面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本能的需要 但問題是有些人對吃飯 每個人都需要吃飯 基本飲食 但是有些人會享受一些美食 有些人是不享受的 同樣道理性也是有些人高度享受性需求 但是有些人覺得有就行了 簡單單就行了 這種是後天的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的影響 好了 而風流和下流不一樣 性成人其實和風流和下流不一樣 因為好色是人的基本 而風流往往是你享受的 剛才所說的 性成人一般是不享受的 或者這麼說 他當下可能是享受的 但是就好像暴食症的人一樣 就是你不斷吃東西 那一刻可能你覺得是享受的 但是你吃完之後你會感到內疚 痛苦 甚至乎是掙扎 如果可以讓你重來一次 你會想不暴飲暴食 但是你又控制不了自己下一次繼續暴飲暴食 這種其實就是類似性成人的情況 他是當刻或者享受 但是完結之後就會變得失落 而失落又會內疚痛苦 各方面最後他就會繼續追尋他一種性成人的滿足 所以他性成人的人通常心理和生理都是痛苦的 是掙扎的 上一次我已經解釋了性成人的成因 根據佛洛伊德式的解釋 往往跟童年有關係 這一點可以稍後再說 而風流也不同 風流就是感情和性是通常結合的 通常風流的人好像天龍八步裡面段正迅這個角色 他是愛會一個女人 而他跟他發生關係 但是他也是愛那些女人 所以其實是一種靈和慾的結合 他可以同一時間喜歡很多人 愛很多人 但是他又是結合的 而性成人往往是分離的 他跟他發生關係的對象 未必是他喜歡的 沒有感情的 如果一般風流的人 其實我之前說了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就是一般風流的人 你試試找一個完全跟你沒有好感的 你對他沒有印象的 不熟悉的 陌生的人 有關係的話 其實未必會非常享受 因為不能夠徹底投入 相反性成人的人就無所謂 他只求發洩而已 這種發洩無論是有對象或者沒有對象 是互動的 還是跟自己的 都是純粹發洩而已 所以兩者性質不一樣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資料 所以性成人一般有幾種情況 第一有一種生理情況 這種生理情況跟剛才我所說 是不同的 每一個人都有性的基本生理需求 但是性成人的人 就會過分依賴大腦分泌的腦內啡 其實就是對腦內啡和多巴胺的一種極度上癮 他跟賭博一樣 因為賭博的時期會產生腦內啡和多巴胺 做運動其實也會 有些人會運動成癮 有些人會賭博成癮 有些人會淤酒成癮 而性成人在生理上也有這種情況 好了 關係 下面藍色那一格 性成人的出現很多時候 根據這篇論文的解釋 有90%跟童年那種關係有關係 譬如說父權 在家庭中 父母過分嚴厲 往往導致大個變成性成癮 因為他小時候過分被操控 所以長大的時候 他很希望可以操控其他人 而性的關係中就是一種很典型的 表現權力的一種操控 所以 過分嚴苛 過分負權 階級 就會導致性成人 其實這種是挺普遍的 好了 文化上 現在譬如說現代社會 網上、約炮那些流行了很多 社交和文化開放了 也會加速了本身在心理和生理 已經有性成癮傾向的人 表現出來 好了 情緒 就是 自戀型人格通常的人會比較自卑 他一方面很自戀 因為他需要一個過度的讚美 才能夠維持自己的自戀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維持過度的讚美 不是每個人都獲得過度的讚美 所以他又會 當他沒有過度的讚美的時候 他會感到自卑 情緒起伏比較大 當他的情緒起伏大 他就會找其他東西沉溺 性就是其中一件事 好了 所以 性成癮的人通常會有以下幾點 就是他通常會透過幻想 一開始有幻想 然後就會有一些是儀式 儀式 幻想就是我跟誰發生關係 或者去哪裡買關係 然後就去儀式 儀式就是要去搜查 去約 去尋找 然後儀式就成真 發生了關係 當他發生了關係之後 他就會麻木 當他不斷地發生這些關係的時候 他就會麻木覺得沒有忍 不開心 然後又會變得很絕望 當他很絕望的時候 就會觸發下一次繼續 去追尋這種不尋常的性關係 而不斷地惡性循環 一次又一次 所以 在一段兩性的關係裡面 很多時候人家說一次不忠八次不容 是有道理的 因為這些事情不會完結 除非他有醫療、治療 戒斷他 否則的話好像吸毒一樣 他不會完結 他吃開就會上癮 發生開就會上癮 所以這也是一種不幸的不斷循環的重複 好了 這個 性成癮的人其實會不斷出現羞愧 羞恥 以及自責 因為他絕望之後就會自責 為什麼自己會做這種事情 又不斷地內疚 不斷地痛苦 然後不斷地要求伴侶下一次原諒他 然後他下一次又繼續去做 所以其實真的有道理 我經常說一段關係 不會是單方面的 現在這個優則偶像出了事 我們很同情的女性 但是女性不會沒有責任 不會完全責任不在女方 過度的縱容 過度的信任 過度的寬恕 你會加速對方下一次絕望後 繼續出軌 而出軌後他又繼續絕望 絕望後又繼續出軌 所以其實一定是雙方 所以我們道德的要求 其實人是很脆弱的 我們對自己道德的要求 因為道德經常會被突破 被自己去挑戰 所以既有內在道德的約制 很脆弱 但是同時間又有外在的條件去約制 一段關係才能夠長久 所以譬如說婚姻制度就是一種很好的約制 如果你婚內出軌 被人告 被人告了 又可以離婚離婚 又分你一半身家的話 你出軌的機率相對來說會比較慎重 少一些 當然也 我太太經常說笑 她說最好放一把剪刀在床邊 讓我自己小心一點 也最好的方法就是 要遠離一些誘惑 遠離一些誘惑 所以譬如說我本身的計劃就是每年暑假我去台灣住一個多月 你知道我台灣有很多朋友 我太太和女兒回香港探親 本身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但是這幾天發生了這些新聞之後 我講了幾段這些新聞之後 我太太決定不會讓我一個人去台灣 本身我打算台灣一個多月就訪問一下圖書館 跟蕭先生他們見面 跟紫先生他們見面 但是我太太就說不行 因為台灣誘惑太多 而且她很慶幸我們過了來英國 不是台灣 因為台灣 社會風氣 以及我們作為華人 又更容易接觸到誘惑 在英國相對少一些 尤其是我們住的地方 又比較僻靜一些 更加少一些 所以遠離誘惑 使我們得離誘惑 其實是唯一一個可以抵抗外奸的種種挑戰 所以性成人是需要心理醫生 心理治療師 心理學家 精神科醫生 以及輔導師 這些去處理 不是一般人能夠 但是好色和風流 就是透過一般人的道德感 以及外在的約束 尤其是伴侶之間 如果經歷過更多難忘的回憶 這些抵抗誘惑的能力 就會相對提高 當然還有一些外在 譬如說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一打開就是我兩個女兒和太太的照片 如果你真的每一次遇到誘惑的時候 你看看我的手機 那一刻可能會幫助到自己清醒一點 戴結婚戒指 也是 總之有很多外在的東西 可以增加我們抵抗誘惑的機率 更重要就是不要跟異性或者同性 或者能夠誘惑你的人 單獨出界 避免 避免跟別人談一些沒有相關的議題 私底下的PM、WhatsApp 如果有誘惑的 你就要避免 這也是必須要做的 OK 所以今天就講到這裡 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訂閱我的Patreon 之前的PowerPoint已經做到裡面 這篇論文 連結我之前已經上載了在Patreon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